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即時攻略》這個案子 身邊嘉賓就有Arno在 Arno 你好 你好 Yo 你好 看看大家如果有什麼股票問題想問Arno的話 歡迎大家打電話來280-4656 或者將問題WhatsApp到9157-1428 亦都可以電郵到ASK at BS Channel 同一時間我們要財財經台的Facebook和YouTube Channel 都在做直播 大家有什麼想知想問都歡迎大家留言 Arno就會盡快解答大家 接著跟大家跟進講 顧現在最新走勢 見到恆之 現在升至73點 撥起28,705點 國企指數升至75點 撥起11,442點 而大股成交金額來到現在的時數是636億 接著A股方面 上市見到現時也是靠穩 升至4點 報在2945點 深淨升至2點 報在9034點 而創業版戰數升至11點 報在1546點 接著跟Arno說回大股情況 Arno說見到MSCI就一如市場所料 公佈將A股就會納入到MSCI指數 有5%擴大3倍去到2成 市場就預計可能有幾百億的美金 會流入到A股市場 但這個消息對市場反應好像不太大 因為見到兩地股市半天來說 其實都是微升的 是不是資金已經偷步炒作了 變相現在都已經反映了 我承認資金應該是在做偷步炒作的 因為今年2月份 特別講到A股市場 你見到的氣氛 是有一個很明顯改善的跡象 其實你講到第一個出發點 第一件事件 真的講到大摩一份報告 講到未來就是 講到A股在MSCI指數的佔比會提升 他們亦都預料 未來每個月或者甚至每日 都繼續會有資金流入A股上面 本身這個是一個正面的看法 但是奈何這個消息 可能你在內地傳出來之後 大家就會憧憬這個因素 大家一個出發點就是 在資金進來之前 我提早要找錯 因為現在的A股股 股值是便宜 已經是炒了上來 再加上這個星期一 你看到這樣的大成交升上來 大家都講到很多時候 牽涉著一些場外配置等等的動作 所以其實你是很老實地講 對於外資來說 你是一些被動資金 隨著納入因子大了 你要追蹤指數上面 是的確會繼續強制性去追蹤 但是你在講 除了被動資金之外 被動基金之外 基本上你預料 其實真的未必還會有很龐大的資金 或者在短時間內 不斷地流入這股 我想這個機會 就不是太大 所以我想在短期後市來說 第一方面大家關注 另一方面就是 特別之前說的這輪升勢 經常都是依賴內地 一些場外配置等等相關的動作 然後資金會不會出現獲利回套 其實隨時都有機會 大家會觀察一段比較長的時間 特別說的 所以這個星期一升完之後 基本上這四天都是在高位整股上面 其實之前都在說 如果以這麼高槓桿 或者利率這麼高的形式 做配資 或者以融資融卷的形式去買 其實就未必能捱到很久 所以短線來說會關注 另一方面就是中美貿易的因素 始終本來一直都說得好滴滴 但是現階段大家又會再次擔心 會不會好像美朝峰會的2.0 最終出來原來沒有想像中說得這麼樂觀 可能最終都是沒有一些具體協議出力 現階段大家覺醒 有這個可能性在 但是普遍的共識 都是在說 未來美國再會將關稅稅率提升上去 機會不大 只不過好像北韓的情況一樣 不會有進一步制裁 但是那些制裁要完全取消 是會難 所以中美貿易都有機會 在這個狀況 就是在說未來可能 那些貿易關稅也會仍然在 只不過達到一個全面的貿易協議上面 大家會覺得有這個可能性在 所以短線方面 其實我想大家都還會有 比較多的因素去觀望 指數未必那麼快 可以再向上市的位置 但是這些位置都不會建議大家 看得太淡 或者會不會藉著一些利好因素 開始慢慢淡化 去搏造淡 不建議這樣做 始終一個原因 你講到未來還有一些焦點 就是踏入到三月份 現在大家會很關注兩會 相關的消息在這裡 你真是不排除兩會 未來還會有一些進一步 特別在財政政策上面 大型小小的刺激政策 有機會出到你 譬如一直以來大家在忠敬 一些減稅相關的政策 其實真的有機會出到你 出到來的話 可能令到市場 再會有另一層炒作在這裡 所以在這一刻 我自己就覺得 指數真的未必預料 會有一個很大的調整空間 如果你看到圖表形態上面 恆指 你說過去這四個交易日 隨著A股整 高位整股 你都見到好像升不穿 兩萬九年的阻力位 但其實你看到形態上面 都好像跌不下 都未試過跌穿一條十天線 就算跌穿一條十天線 整個形態上面 都真的不會很差 很多時候指數 你看過去這一兩個月 跌完一輪之後 可以很快馬上收復失敵 最重要是有一些利好因素 或者看到A股仍然有炒作 所以這一刻 我覺得部署策略上面 就是在看 只要不穿兩萬八千點 會建議大家繼續看相 其實現階段建議設定目標 我覺得可以看到三萬點這些位置 好 麻煩你阿努拉 跟你分析了一個大致 接著看到Facebook 有朋友就跟我們說 hello 和他想問一些投資的問題 不如我們先解答他 有朋友想問222 就是南方A50 就是ETF 想問一下 什麼價位可以進入呢 如果說A股方面 其實我覺得大家不要抱有一個心態 就是未來講A股 例如MSCI指數成分上 佔比重了未來 對於新興市場指數來說 不單止再說0.幾% 權重加大 的確會有資金流入一些 中資金融股是會有機會炒商 但問題就是 這個星期一 真的炒得比較多的累積升幅 所以你在講長線投資價值 某程度上 就是看A股 會不會有一個炒到泡沫等等的狀況 是要值得觀察 現階段很難說 真的說很確信地 是值得長線投資 但是短線的走勢 正如剛剛所說 預料未來還會有一輪炒作 所以我覺得 如果這輪市況調整 有機會落到接近222 落到14元這些水平 我覺得可以去薄薄的 14元這些位置買 就薄它上回到15元這些水平 2分13個半 即是一個列後底部 作為一個字設位 好 這位Facebook的朋友 可以參考Anno的意見 同樣 如果大家有什麼股票的問題 股票的疑難 想問Anno 都歡迎大家留言 我們都會盡快解答大家 解答完朋友的問題 說完大事之後 就想和Anno說一下內房股 看到一些消息 就說 碧桂園在農曆三年假期之後 就開始進行這個架構調整 有部門甚至裁員 接近一半的人數 至於另一隻 內房的龍頭 就是中國恆大 亦都計劃推出全國性的折扣優惠 旗下的樓盤 全部都打個九折給大家 雖然兩家公司都很出來澄清 譬如碧桂園說 其實他們集團 就是進行一些內部調整 而恆大就說這些折扣其實很正常 一向過去每年都有 每年都有幾次這些優惠 但始終有這些消息傳出 投資者都可能會擔心 到底現在樓市的市道是怎樣 之前經常都說是鹽東 到底這個東結束了沒有 其實你看看你的什麼程度 因為有時候 你講到好像旺季淡季這些因素 有時候又未必說 當地是真的很差 純粹你說現交段可以肯定地 內地很多房地產發展商賣樓方面 是沒有可能可以好像2018年 或者2017年尾那些時間 是做得那麼好 問題是第一方面的基礎效應太大 第二方面就是 大家就是憧憬經濟狀況 很多城鎮法 很多大灣區概念等等 令到很多一二線城市上面 很多熱門炒作在那裡 三四線城市上面 大家又看到有些去庫存的跡象 開始進展良好 大家覺得樓價有機會最落後 但問題就是現階段來說 經過去年的一系列調控政渣 出到來 其實大家都有個意識就是 樓價應該不會有很大量的炒作在那裡 甚至說這一刻 當你是真的投機的 你可能真的選擇去炒A股 都不會去炒樓市上面 所以你可以肯定地就是 內地那些房地槍發展商 賣樓的銷程一定不會好像以往那麼好 所以有少少減價促銷的動作 又不需要太過意外 但你又看回恆大的消息為例 就算八、九折 其實又不是真的有負面影響 之前內房股跌過一陣 大家一早已經在反映 未來預料的毛利率 會有轉差的跡象在那裡 相反地內房股現階段 在業績發佈期 我覺得真的未必會是一個市場的重大焦點 因為未來公佈的業績 整體的表現應該不會太過差 因為很多時候內房公司的業績 反映的數字是一年前賣樓的整體表現上面 所以預料的毛利率仍然廣闊 沒有任何的指標性在那裡 除非好像六成中國這些公司 受到人民幣貶值虧算 一些市場令到意外公穩值變動這些因素 導致發營警或者盈利能力 超過市場預期 所以內房的短線來說 隱憂會相對比較大 因為不會預料有些太過好的利好消息出道力 甚至你說人民幣貶值 會不會帶來一些短線的影響 是會有 但是又要留意人民幣貶值的因素 其實今年來說 隨著人民幣升了不少 其實這個負面申數幾乎已經是燒出的 甚至內地其實在一系列救經濟的情況下 看回到今年來說 很多城市上面 不單止是一線城市 有不同的個別城市上面 手套房的房貸利率 都有一個回落的情況在那裡 所以你說人們買樓是會容易了少少 整體而言 在現階段的放水上面 跟去年情況不同 都相對地比較全面 你說內地的房地產行業都會受惠 你看到今年 很多內房公司發債的利率水平 是低出很多 所以我覺得內房股現階段的看法 我覺得會相對地比較中性 相反地 其實你說業績不是完全沒有驚喜 不如說上幾年前 你說他們賣樓 經營現金樓 表現非常之好 有很多公司 現金回樓的速度是很快的 如果你說一些負債 相對比較低的貨內房公司 我覺得會有一個衝憬 就是在派息上面 預料會繼續有一個驚喜 所以我覺得內房方面 其實只要那間公司的負債水平 不是特別高 其實我覺得還會有條件提好 對 好像安奴所說 其實內房業績期 慢慢就會離讀 陸續續續都會公佈業績 摩通也會就著這些內房業績 出了一份報告 他都跟安奴說法 其實大致相同 都是因為家庫量增加 以及利潤率穩定 所以內房企業在2018年 那個業績 以及核心性利潤 其實都不會太差 平均增長也有3乘3 但他們擔心的是前景 因為始終市場氣氛好像轉弱了 所以內房企業可能會開出一些 比較保守 甚至比較弱的利潤子任務 在2019年和2020年都會這樣 還有他們自己看 內房的上升周期 其實在去年2018年 第三季就已經結束了 就見大家可能保守一點 安全一點的話 都可能在業績之前 就沽貨為廟了 有貨的投資者 是不是都應該盡早離場 還是先等業績 我覺得就真的看個別情況 正如剛剛所說 其實我也覺得大同沒錯 始終未來今年賣樓的表現 很難會有一個大驚喜 但其實跟市況有個少少的相似 很多負面或者這些負面的看法 在之前年尾那段時間 或者之前特別由高位跌下來的那段時間 其實一早反映了一大部分 情況只是說有沒有想像中那麼差 其實你看回今年的合約銷售表現 有部分內房股 表現一點都不差 表表者最明顯的那一隻 就是中國奧元383 所以你看回今天的股價 都還可以破頂以上 因為問題就是 如果你說今年賣樓情況 都仍然是落股 其實是有條件的 問題就是有些公司 可能你說過往來講 發展速度真的過分地快 固然會有一個隱憂 但譬如說好像奧元這些 你看到賣樓速度好 沒有看開我不知道 但問題是比如說龍光地產 有大灣區概念 現在的這些概念 仍然是這麼熱炒 差不多每天都看的情況下 其實你可以想像到 他們賣樓的情況 最多是沒有以前那麼濕熱 譬如你說大灣區一些的樓盤 你說現階段看新聞都有都說到 有不少爛尾 或者說有些是滯銷等等的情況 但純粹的問題 就是他們的定價過高 所以你說有很多內房公司 未來的確沒錯 他們的利潤前景 未必會有想像中那麼樂觀 未來過一兩年的業績 反映前一兩年的狀況之後 今年開始徵體現毛利率 可能有機會從高位慢慢下降 但是你說有沒有一個情況 會去到毛利率 會處於一個大跌的狀況 盈利會突然很明顯地惡化 似乎那個機會不大 甚至都會受惠人民幣升值 以及內地的利率下降 趨勢的因素所影響 所以我覺得內房股暫時來說 看法又不是十分之負面 但是你說短線方面 可以炒作的公司 就未必說太多 可能你真是建議追回一些 強勢的內房股 例如之前說龍光 或者說奧元這些 始終你看到合約銷售 今年年初資金那麼厲害的情況下 我又預料回 不會突然間會明顯轉差 所以我想你說內房股整體 我覺得這個板塊 很難一概二論去說 但是如果真的有個整體看法上面 我自己都不會說看得太過負面 好 安隆你講一下大灣區 我又問多一點點 因為看到一些資料 就說在大灣區裡面 碧桂園佔的土處是最多的 有超過五萬平方米 可以說是佔首三十大房企 總量的一成 在這個大灣區概念之下 會不會碧桂園 其實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現在的股價看到它 今天都可以靠穩 升1% 10.44% 如果我們炒這個概念 碧桂園 都會不會是你心目中的選擇 未必 因為之前有問題 你留意一下 看大灣區的概念 只會建議選擇龍光地產 因為問題就是 它其實整體大灣區的土地 跟碧桂園比 差很遠的 碧桂園多很多 但問題就是對於整間公司的 影響性有多大 這個就是最大分別 龍光地產有差不多七成的土地 是處於大灣區 所以大灣區的銷售 對它們來說 會有很大的幫助 但問題是 碧桂園一直以來 有很大的優勢 就是在說它們的土地儲備多 而所以 因為它們整體的土地儲備多 所以大灣區的 整體實際的面積相對比較多 但是 公司會不會很積極 將所有樓在大灣區裡面賣 其實參考過去一兩年 的確說 其實碧桂園 有很多的新樓盤 在大灣區上面 但正正因為大灣區 很多樓盤 火紅火熱 前幾年 前一兩年 賣得很好 但是之前都說 其實大灣區 現在一段有部分的樓盤 都開始有些 制銷等等的狀況 其實就是反映著 碧桂園這些 過往來講 過分地進取 或者是 打算是很積極賣樓的公司 現在一段 當政策180度轉變 的情況下 它們會受到影響 相對的比較大 所以碧桂園 其實最擔心的模式 就是公司處於一個 轉型的狀況 之前就是 很積極的 它們賣樓 可能要很快地回本 不斷地把土地拿去買 令到大家會覺得公司的現金樓 狀況會非常之強壓 公司也因此發了很多 可換股債券等等 之前是解決了一部分的 融資壓力 但是問題是 現階段的股價升不起 有些可換股債券 現在未來會到期 其實未來會不會 還會否像以前那樣 發很多可換股債券 支持到它們的融資情況 這個我都會有所質疑 所以我覺得最大的問題 比如說碧桂園 就是說 未來合約銷售的表現是怎樣 由於之前高度的基數很高 其實它要保持沒有倒退 已經是非常困難 所以特別說 現在的內房板塊 相對地什麼內房股 會看得比較負面 或者會比較害怕一些 就是過去一兩年來講 合約銷售真的有個很強勁 倍升很積極的公司 我反而會擔心 比如說碧桂園 融創 或者說是恒大 你相信它們來講 營起或者業績表現 未必會太過差 但是未來今年的整體表現是怎樣 或者未來它們的合約銷售 能否繼續持續 我覺得也有待觀察 在它們沒有明確數據 看到還有個好轉的情況 我就看得比較會保守 好 講完內房股之後 我們又回到Facebook 又解僱一下朋友仔的問題 朋友仔 他就是想問一隻 一百六萬瓦中鐵建 它就是十一個半就有貨 我想知道 怎樣看這隻股份的前景 我覺得都可以繼續炸主 接下來短線會有個衝勁 始終那些基建股 我覺得就可以搏一搏 看看兩會還有沒有一些 扶持基建相關的消息 會出到來 我想保短板 或者是幫助一些特別的 農鎮地區上面 那些基礎建設上面 這些相關的消息 會仍然會在 都以基建手段來穩增長的 最主要的手段 所以我覺得基建股 其實都仍會有條件 向上市的位置 最重要的是 他們現交段的股值 雖然近期來說 升了很多 但對於十年平均值來說 仍然屬於是低 我覺得他們的股值 都仍會有調升空間 所以在一百六 我覺得可以繼續中長線炸主 五川十個半 我會建議繼續中長線炸主 其實整個目標 我覺得可以看到十五元這些位置 好 解答完這位朋友仔問題 之後 我們又跟Arno 談談豪賭股 看到今天公布了二月份的 賭收數字 看到253億元的澳門元 按年升了4.4% 其實勸商對二月的 賭收的預測 其實看法都很分歧 好像花期 就預計二月的賭收 可以澳年增長有一成半 而匯豐認為 賭收大約升到3% 至4% 但見到出了這個數字 豪賭股普遍都要向下 是否大家都預期了 新年期間見到好像有很多仿怒的旅客 大家都預期了 賭收數字 起碼可以再做好一點 一定有這個印象 簡單一點 看二月份日數又少一點 相對地你已經夠一月份有所改善 這個按月表現改善 就是反映近新年外的印象 但是新年因素 會不會導致到比預期中好 一定不會的 一些答案都知道 新年整體演繹 都有一個比較強勁的表現 我想這個數據 你其實留意一下 很多研究報告公司 整體預測的數字 最少都有5% 所以數據也是比預期差 但是這個數據的預期 是否一個很差的數字 也不是的 始終說 上年的基數都一點都不浪費 其實整體言250多億 流上 我覺得這個數字是可以接受的 但問題就是現階段 大家怎麼看豪賭板塊 大家有一個關注的焦點 就是澳門實施一個全面禁煙 特別是貴賓聽唱 那個禁煙消息 其實大家還未猜到 究竟對澳門的博彩業的影響 會有多大 所以未來 我想你是1月份 2月份 或者未來3月份 澳門博彩收集數字上面 大家會關注整體表現 和預期的落差 例如今次卡路預期 大家就會開始擔心 是否禁煙這個因素 真的會比市場預期中 比較有一個大一點的負面影響 會比較關注 所以短線來說 我覺得豪賭股的整體表現 有機會受到限制 但是對於豪賭股的整體看法上 今年來說 我覺得是屬於一個 叫做與大市同步 它要跑人大市 我覺得這個機會不大 相對地 你說會不會再明顯地跑輸 似乎情況應該不一樣 我覺得整體言是與大市同步 問題就是現階段 就是中美貿易戰 經濟前景的影響 中場的表現 如預料在港珠澳大橋落成 多了很多渠道房澳 其實你看到新年 雖然博彩數字是差 但是房澳旅客 很強勁的增長 但問題就是很多時候 吸納一些比較中低端 消費力比較弱的旅客 導致最多都是中場 可以聚注人王 可以做好一點 但實際上 都是黃丁不黃彩的 而最重要 始終說 最擔心VIP業務 可能會有轉弱的情況 但跟市房一樣 現階段 大家都說 中美貿易談判有好轉 可以改善貿易關係的情況下 對於很多商家來說 都會做正面的幫助 從而可以間接性 可以帶動貴賓廳業務 做好一點 所以現階段來說 很多股的看法 比較中性 但我覺得 以目前的股值來說 很多大行說會是劈 但又要留意 其實未來 我覺得今年來講 澳門的博彩收入 很難說會有高單位數字增長 特別是去年 去年中年尾的時間 其實基數都很高 暫時來說 澳門的博彩收入上 今年如果只是說 一個很低單位數字增長 其實不要用平均值來解釋 因為過去十年來講 澳門的博彩業 整體現大部分時間 都是強勁的 但現階段都開始有大轉變 來今來第一方面 很多博彩公司 都不能夠再起多些新賭場 就算新的落成設施 都是以非博彩收入 非博彩的元素為主 所以現階段行業的模式 是有很大的變化 我覺得股值 應該不會有大上升的空間 所以其實豪賭股 我覺得只會建議 趁糧事放好 盡量後告為去檢視 好 謝謝 接著我們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旁邊有位謝先生 謝先生你好 兩位 你好 有些問題想問 我想問現在行市的位置 買升還是買跌好嗎 又跟阿Lo聊一下 家庭觀眾 謝先生想問大使人 想知道現在市況 應該買升還是買跌好嗎 暫時不建議做淡 因為做淡 短線跌可能跌至200點左右 一旦有些離好消息 例如下星期的焦點 看看兩會上 隨時有機會再夾相 我暫時會建議 你在部署策略上 以28,000點至30,000點 這個區間做炒作 所以你在做好友部署上面 以28,000點這些位置左右 做一個止攝位 不算28,000點 可以繼續向上網 看到30,000點左右這些位置 好 接著我們聽到家庭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有位方小姐 方小姐你好 你好 你好 有些什麼問題想問Arno 384 你本身有貨嗎 有 有貨的 大約什麼價位 26 26元左右 好 我們跟Arno聊一下 好 我們跟Arno聊一下 方小姐想問384 中國燃氣 這個價位 這個水平就有貨 就想知道 現在應該怎樣部署好呢 我想短線來說 都可能要繼續捱價 見到始終在304近期 估額都相對地比較明顯 我就不會認為 說燃氣板塊 在內地政策上面 會一面到利好 但問題就是 304個股價都相對地 跑輸大致一段比較長的時間 特別是說這半年來 其實整體依然都沒有太大的上落空間 我覺得暫時來說 股值我覺得合理 只不過暫時來說 市場就未見到 有什麼特別的消息 進行炒作 如果你想 如果你做第一個 心理準備短線 可能未來一兩個月的時間 股價走勢 會相對地比較滿 如果你的資金本身 是打算用來短炒的 我想就未必是一個 好的選擇 可能你換馬 做一些其他的部署 會相對地比較好 但是你本身 如果打算中長線 見它穩陣 打算用來繼續 中長線投資的話 我想你一天未穿 23元這些水平 都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始終你中長線方面 唯一留意 就是講國際風險 特別講天然氣行業 未來都預料政策上面 會有很多的變動在 如果你是真的定一個指示位 我會建議23元做指示位 好 多謝方小姐的電話 接著我們答一個 WhatsApp問題 有朋友想問一隻1810 小米 他就說他12分了 就有貨 就想知道現在應該怎樣做好呢 小米其實我想最關鍵 都會看一份業績 因為其實你自行手機 整體表現 應該不會有太大驚喜 出貨量都比較特別 在內地方面 出貨量比較低 大家都知道 其實海外上面 仍然會有一個增長 所以拉幻有多少 其實大家心裡本身 已經有一個數 大家關注就是無利率表現 而另一方面就是 IoT 家電業務表現在怎樣 我預料小米的波幅區間 大約在11至14元 左右這些水平 所以如果12元買了 我會建議以11元做指示位 就看14元左右 左右這些水平 好 看到小米現在都在逆市跌 大約2%左右 播放在11個樓四 好 麻煩你這一節 就和Ano你先談到這裡 也和你申報回 剛才提到的股份 有沒有持有 都沒有持有 謝謝Ano 我們現在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 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稍後再見 我會見到 我會見到 谢谢观看